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今天有个短讲 在《尼西米记》的九章三十二节上 我们一起读 我们的神啊 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 守约师慈爱的神 我们一起听读祷告 绝苏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每一天我们都应当在你面前献上感恩 但是在美国呢 有这么一个节日 就是感恩节 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让我们在你面前 格外的去特别的多的去思想 祝你每天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应当怎样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 求祝你教导我们 求祝你将你的旨意写明给我们 让我们每一天活在 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中 我们更应当向你献上感恩 而不应当每天生活在苦毒 抱怨和贪婪之中 神你是守约师慈爱的神 你在耶稣基督里 在新约里向我们所示的慈爱 是何等的大 主耶稣 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 我们每天说 我们有你就足够了 但是依然有许多的贪婪在我们身上 主耶稣啊 求祝你保守我们 时时刻刻的能够向你献上感恩 把我们今天的崇拜 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的见证 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神求祝你 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感恩 悦纳我们有这颗感恩的心 祷告奉好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呢 有一个短讲 就是我们知道 感恩节 应该是过了两天 但是教会一般都是提前一周 或者退后一周 就过这个教会的感恩节 感恩节的来历呢 我们大家也都非常清楚 就是 1620年 1620年 五月花号到达北美 那么1621年的秋天呢 他们就有一个丰收 有一个丰收 丰收以后呢 他们五月花号上的人死了 将近一半 然后这一 活着的一半人跟当地的 就帮助他们的印第安的那个部落 大概请了90个人 他们这 等于就是不到200个人吧 就也许200左右的人 他们就在一起来向什么线上 感恩 感谢神在这块盲荒之地 依然供应他们丰盛的一切的需求 有火鸡啊 南瓜 我们知道他们种的南瓜丰收 然后呢 感谢神的保守和看护 这就是感恩节的由来 感恩节由来 其实也是 也就是美国的开始 所以说 为什么感恩节 我们感恩节 圣诞节 这些在美国都是很重要的节日 因为它就是这个 就算是美国的由来 五月花号公约第一句话是 以上帝的名义 阿门 首先是以上帝的名义 那我们知道美国建国是1776年 独立宣言 对吧 那么这是1621年 1620年的那个五月花号公约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还是在英国的 那个统治之下 所以他们说 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 保佑的大不列颠 法兰西和爱尔兰的国王 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 詹姆斯国王陛下的终顺成名 因为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 他们的国王 陛下的终顺成名 就是说我们的国王是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一定是终顺的 我们是他的成名 那么我们在这里签署这个公约 五月花号公约很短 第一句话是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增强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这些亲教徒呢 在这个欧洲大陆呢 会有一些也有一些逼迫 就是对他们的 那个时候教派之争吧 对他们的一些不认同 所以他们来到北美 他们说第一是以上帝的名义 可不是说我们 我们大家签那个合约 以我们几个人的名义 或者以国王的名义 他们说是上帝的名义 然后第一句话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增强基督教的信仰 然后后面是为了国王 然后我们签署这个公约 就很短的一句话 然后为了为了这个 我们平衡过海 在比基尼亚北部 开发第一个殖民地 当时的五月花号公约的第一句话 我们看我们看五月花号公约 就是北美的这些人 他们来到来到北美 就是欧洲大陆的第一批 来到北美的人 他们他们定的这个公约是 目的是什么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增强基督教的信仰 可不是说到美国来发财的 可不是说我们到美国来淘金的 那个时候来了 其实未必就能够发财 未必就能够淘金 因为当时最发达的地方 并不是北美 这就是个蛮荒之地 什么都没有 没有开垦 那么在这个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五月花号开始 然后一直陆续的 就不是说只有五月花号 然后你留在这里 然后就生养众多 当然生养众多 但是后面就陆续的不停的有船来 一直有船来 到了1630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船叫阿尔贝拉号 阿尔贝拉号来到北美 船上的有个牧师的名字叫 张温斯 温斯罗 中文叫约翰温斯罗普 这位个人 他在船上的时候 他有一支步道 他说我们将如山巅之城 大家都知道 美国被称为是山巅之城 就是从这个牧师的步道的 这个话上说的 他说我们将如山巅之城 为万众主 我们将如山巅之城 为万众主 你说这个话 能不是从神来的吗 他怎么知道 他们如山巅之城 为万众主 1630年 北美除了不多的一点点的人 剩下就是野兽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他说 我们将如山巅之城 为万众主 因此 如果我们在已经 着手经营的世界上 欺蒙上帝 使上帝收回赐予我们的保佑 我们就必成为世人的孝饼 天下的丑闻 我们将使敌人开口说 我们将使敌人开口说 毁谤上帝道路的话 我们将使上帝 许多可敬的仆人 脸面惭愧 使他们的祷告 化为对我们的诅咒 为什么 因为祷告如何如何赐福 因为你不遵守上帝的制约 你欺蒙上帝 收回保佑 所以这些祝福就变成咒诅 直至我们在即将前往的 美好土地上消亡 所以我们借着聆听他的声音 而拣选生命 使我们和我们的后裔都得存活 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和福气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 一个是五约花号公约 这是全世界都知道 非常重要的一个约 就是第一批清教徒 从欧洲到了北美 他们签署的那么一个约定 前面是你上帝的名义 阿们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增强基督的信仰 然后我们怎么怎么 就签署公约 那么在这个牧师 在船上布道的时候 就说 这个国家将是山边之城 为万众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 欺蒙上帝 如果我们 使神收回对我们的保佑 那么我们就会成为 世人的笑领 天下的丑闻 使敌人开口说 毁谤我们的 毁谤上帝的话 我们使神的仆人惭愧 使我们的祷告 化为对我们的咒诅 我们将会在这美好土地上 即将到达的美好土地上消亡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 聆听他的声音 而拣选生命 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 我们看看今天的美国 跟当初的差别有多么大 当初上帝建立了 这样一个山边之城 因为是人跟神立的一个约 就是我们是以神的名义 对吧 因为你以神的名义 你就是跟神立了一个约 所以这个约呢 是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度 我们是 由于上帝的保佑 我们的目的是 为了增强神的荣耀 为了增强基督教的信仰 为了神的荣耀 而到这个土地上来 建立这样一个国家 这是你们在神面前所立的约 我们看看今天的北美 今天的美国是什么样的 2014年的加州 2014年加州通过了47号提案 这个提案说 偷或者抢950块钱 就算清罪 清罪不予起诉 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说 为什么他在明明在偷 或者抢这个店里的东西 不管是金店 什么药店 什么这些商店的东西 为什么员工不去管 老板不去追 警察也不来 为什么不管 怎么管 你要知道这个员工如果去管 这个员工有可能受伤 这个强盗万一给这个员工一枪 捅一刀 这个员工受伤 这个老板要赔个底长天 对吧 我们都知道 在美国就是这样 保险要赔着老板 老板就赔光了 如果再有两个员工受伤 就完了 如果这个强盗受伤 你的员工去追的时候 就把这个强盗给打杀了 那更惨 你更要对他的生死要负责任 这个店要赔得更干净 他抢上几万块钱都行 你赔一个人 至少没有百八十万 你都下不来 所以说不管 让他偷让他抢 我们就看着店员子而看着 老板子而看着 警察报警也不来 因为把他抓去了 他是轻罪嘛 轻罪不予起诉 还得放 这是不是已经成为 世人的笑给天下的丑闻 我们在这里有 懂一点点法律的 我们就知道 抢劫 在中国 至少在中国 是重罪 他是不管你抢多少 不是说你抢了多少钱 怎么九百五十块 就是五毛钱都是抢 抢跟偷可是两个概念 你偷的钱可能 如果少一点的话 他会那个累加 可能就是 偷了一次 比如偷了几十块 几百块 也许抓 关上两天 这个东西出来了 可是你要是抢的话 那可不一样 像抢银行这种罪 抢劫 他这个起刑就是十年 你一毛没抢上 也从十年往上数 但是呢 今天在加州 是轻罪 不予起诉 所以 这是不是效果 这是不是成为天下的效果 居然还能通过 谁都不管 所以说呢 这些不遵从上帝的话语 不去聆听上帝的声音 拣选生命的这些人 不管他是哪个党 不管他是哪个派的 他们 要摧毁上帝的律法 建立一套 有自己的意识 自己认为 我认为强少了 没关系的 而不是上帝认为强 他就是个罪 这样的一个意识 建立一个社会秩序 他们叫 就是吃那个富 吃富人 吃富人 跟中国打土豪 分田地有什么 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分别 为什么他要去抢呢 他很穷嘛 因为他是黑人 他很可怜嘛 如果他有钱 就不抢了 对吧 所以说你证明他抢 有证据 没证据 有事实 没事实 这不重要 重要是谁抢的 如果是华人抢的 白人抢的 那就不行 如果是黑人抢的 没关系 因为他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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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 所以黑人可以拿白人出去 黄人可以拿白人出去 我们华人这么勤奋 勤奋 孩子努力学习 上好学校 这个 父母努力工作 开店赚钱 你就应该被抢 谁让你这么勤奋的 你勤奋 你被黑人欺负 欺负你怎么办 你可以去欺负白人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 所以说 我们就必将成为 世人的笑柄 天下的丑闻 然后呢 他们说 这个被杀的 被抢的人不可怜 可怜的是那个杀人的人 和去抢别人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穷 所以他才去杀人放货 他才去抢别人 所以他真的值得同情 他太可怜了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怎么办 怎么帮他们呢 这个现在这个 这个监狱里面 这个 黑人比例太高 我们要降低 我们要降低 黑人的这个比例 把他们尽量的 都放出来 这个 我们知道前两天 那个 哪个地方 那个圣诞游行 对吧 有一个黑人 不是开车撞死 到现在死了六个人 伤了好像是五六十个吧 还都在医院里面 已经死了六个人了 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 就是 碎案累累 特别多 然后呢 他五百块钱 犯罪以后 五百块钱保释出来 五百块钱保释出来 保释出来以后 他就是 就要去把他的前女友给撞死 他要去撞他 也不知道死了没有 他撞他前女友 然后呢 又抓进去 一千块钱保释 保释出来了以后 就会撞死了六个人 还伤了几十个人 就是这样 谁 出了这个钱 谁来做这样的事情 索罗斯 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 从1994年开始 支持这个犯罪公益改革 就是要 把这个 这些黑人 他们太可怜了 他们太穷了 要在监狱里面 要降低 黑人的比例 然后呢 他目前已经花了两亿多 将近三个亿了 将近三个亿了 这个美国的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四人帮 就是AOC 他们几个 其中之一个说 十年后要清空联邦监狱 十年后要清空联邦监狱 所有杀人 放火强健的 全部放出来 吸毒的 什么都出来 那么不是同情恶者 不是同情弱者 他们是同情恶者 所以今天已经成了 世人的笑顶 天下的丑闻 使敌人开口说 毁谤上帝道路的话 使上帝 许多可见的仆人 脸面惭悔 五月八号公约是 美国的立国的一个根基 当然我们不是说 从那时候开始 而是这帮人建立这个国家 他们说得很清楚 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增强基督的信仰 我们建立这个国家 那今天呢 离弃神 离弃神所有的命令 然后变成世人的笑顶 所以他们是以神为敌的这些人 我不管他是什么 白的黑的黄 我不管他是什么 右派左派 什么共和党民主党 什么独立 在中间不管 我们不管他是什么 中国人美国人 讲英文不讲英文 讲西班牙文 这个不重要 这个重要的是 你是否 为了上帝的荣耀 你是否听见他的声音 而选拣选生命 使我们和我们的后裔 都得以存活 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和福气 你是否愿意做 愿意守这个预约 索罗斯说过 他说我就是上帝 我就是要存在美国 所以他从1994年开始 他开始 他开始这个 这个建立这个 开放社会基金 然后他开始整个影响 他开始影响这个 这个这个司法系统 他开始影响司法系统 他就开始 这个比如这个要 要当这个法官或者主将 他就开始资助他 资助他 所以你想一个 要去撞资钱 有的人怎么可能500块钱保释出来 怎么可能1000块钱保释出来 就是保释金很低嘛 说太高他们交不起 因为监狱里黑人的比例太高 要降低黑人的比例 学校里黑人的比例太低 要升高 所以说呢 要有这个什么法案 就是这个平等 对吧 就是平等 招三个白人 就要招三个黑人 就要招三个华人 你华人考的再高 就是不让你进去 就是不让你上好学校 很好 对吧 等你们将来动手术 你们开刀的时候 你们打上法院 打官司的时候 我看你请不请 那个黑人医生 请不请那个黑人律师 他什么都不懂 他是混上去的 真是可笑 所以已经成为了 世人的笑柄 天下的丑闻 这是这个 这个牧师说的话 我们将如山巅之城 为万众子 但是如果我们离弃上帝的道 我们欺蒙上帝 神会收回赐予我们的保佑 我们就会成为世人的笑柄 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看这是一场 属灵的属灵的征战 这不是说我们要 这个保守主义如何 我们是要保护主义 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重新回到 这个国家立国之处 跟上帝的约是什么 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增强基督的信仰 我们在这里建立这个国家 而回到这个起初 跟神的这个约 成为神守约的百姓 成为神守约的百姓 在这个 索罗斯他是靠他的钱 不光他一个 我就说代表他 他靠他的钱来渗入到司法系统 也渗入到政府各个部门 也渗入到教会 我们靠的是什么 就像大卫跟哥里亚打仗 我们说的一样 你靠的是刀枪剑脊 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生活的人 包括不在这里生活的人 我们都要成为代祷的勇士 我们靠万军之耶和华 我们要为这些国家代祷 为这些在上掌权的代祷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国家出生 如果我们是国家的公职 你可以去竞选公职 你要去做这件事情 不要说基督徒不谈政治 不谈政治干什么 把那个战场让给撒旦拱手 自说我失败了 那就是你的战场 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 而且这个索罗斯 他的这个已经 就是开始在教会 开始资助一些牧师 我上网搜了一下 大家可以看 从这里 到这一页 都是说据说是受索罗斯资助的 教会牧师的名单 就是纽约 我说的是纽约 不是全美 我说的是纽约 我搜的是纽约 就是受他资助的 这些牧师的名单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 你是你的主是神 不是索罗斯或者他的钱 对吧 神的仆人 你的每一分 你的每一分的生活 都是靠神的供养 神会供养你 神会借着地中 怎么能奉献供养你 如果没有教会 你自己去亲手做事 就像保罗一样 养活自己供应教会 为什么要去接受这样的钱 所以他已经开始 我们如果说 现在我们还说 我们基督徒就是 这个天国的公民 然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管 我们就任由他们在这个世上 把这个山巅之城 把这个上帝之下的这个国度 为了基督的信仰 为了神的荣耀 建立的国度 夺去的话 那么我们也 我们真的是就会 真的成为 现在已经开始成为 世人的效果 我没听说过 拿回家抢劫了 还是亲罪 我没听过 我没听过 但是在美国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我们 我为什么说 我们现场感恩 我们做神守约的百姓 你说我这个 不是美国公民 我也不打算在这儿待 我呢就是 赠点钱 我待两年 我就去其他国家 我就回中国了 你是不是基督徒 你在受洗那一刻 你有没有跟上帝立约 不管在哪个教会实习 他都会问你 你愿不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做你的救助 你承不承认 你自己是一个罪人 你都回答的是愿意 否则没有人给你实习 这也是一个约 主耶稣说 这是我用我的血 为你们所立的新约 你在耶稣基督的血里 神看你是圣灵的 你要一样要做一个守约的百姓 在神的约里有神的赐福 在神的约之外是神的咒语 是神的咒语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这个感恩的季节 谈到感恩节 谈到美国今天的状况 谈到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责任 我们在神的约里 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会传福音 我们在世上 有我们的指责 因为这个国家的建立 就算你说我们在这个国家 那中国这个国家 难道不需要把它 因为它传福音 让这个国家成为神的国度 成为属神的国度吗 赵天安牧师的三话意象说的是什么 我们丰盛华教会 我们看周报前面的三话意象 是什么 谁给我们念 小慧念 教会 对啊 你也就念三话意象 教会国度化 教会国度化 文化 文化 然后 中国福音化 对 中国福音化 就是这是谁去完成 难道说让外邦人来完成吗 难道让不幸福的人来完成吗 我们怎么让中国要福音化 文化要基督化 怎么做到这些 这是我们要去 要去努力的 你在任何个地方 你不要忘了 你跟上帝 你在上帝的预约里面 美国人今天 他们离弃了 他们跟上帝的那个预约 他们开始背面上帝 所以真的真的这个山天之城 会成为世人的笑点 天下的宠闻 我们要为这个国家 祷告 如果你在这里生活 为这个国家祷告 要为这个国家去回到最开始跟神的那个约里面 我们今天选的经文是尼西米记九章 在圣经里面大概有五处的经文 都是在讲到这个约 神啊 你是 你是至大至能 至可畏 守约施慈爱的神 上帝是施慈爱的 但他是守约施慈爱 他所有的慈爱 他所有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 都在这个约里面 你在这个约之外的 你可以享受到神的阳光与水 劳动所得 但是你不能享受到永生 你没有永生 你在这个约之外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神的约里面 我们有神这么多的慈爱 我们有神的永生之约 我们要守约 在这里我们向神献上感恩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关你在哪个国家 你要成为一个守约的百姓 如果你不守 你跟神之间的约 你觉得你是到教会来混一混 混着证明 然后拿到利卡你就走 没有问题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不要忘了 将来的审判 不是你能够承受的 因为上帝会照着你的约 来承判你 会照着你给他的约 因为你欺哄他 因为你欺蒙上帝 使他收回他对你的保佑 你会成为笑柄 那个时候不是成为笑柄 而是你会承受神的咒诅 神的咒诅就是永远的灭亡 你就会在地狱里 一点都不含糊 所以说你不要轻看 你在上帝面前 为了哄哄教会的牧师 哄哄教会的掌职 我假装受洗然后拿了证明 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记不得 你把它当成一个欺骗 上帝记得 上帝知道 你跟他立过约 你不守这个约 这个咒诅你要承受 你要承受 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 我们向神线上感恩 他公益我们一切的需求 他也赐予我们永恒的生命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要做一个守约的百姓 神的祝福会临到我们 不管是今生的 更重要的是永生的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是守约 是慈爱的人 这是你的信 是你的神的一个基本的属性 也让我们你的儿女 我们成为守约的百姓 我们在你面前说 你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要遵行 我们要听从你的话语 主啊 主啊 真的求主你的圣灵 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在你面前认罪悔改 让我们成为守你约的人 求主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一生就只是建立这个国家 或者在任何一个国家 我们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为了增强我们基督的信仰 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给你说 再一次向你成名我们的心意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愿意做一个守约的百姓 感谢主 一切的荣耀 颂赞 尊贵 权柄 都归于你 祷告奉好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看主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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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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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插手看你的歌 感谢耶稣我依旧 请神打扰我的距离 赐我用神让我向恨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你如此不胜败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感谢你我无态 我要唱唱你的歌 感谢耶稣 我的救助 请神爱到我一切 自我用神让我相反归 我要唱唱你的歌 感谢耶稣 我的恩主 请神爱临我从前路 无人陪伴我也不孤独 感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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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稳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感谢健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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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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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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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